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后来是十多年过去了 教堂的光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汪米萨的人是越来越少 而且多数都是一些老婆大娘 很少见到年轻的交友 偶尔教堂搞活动汪米萨时挺热闹 可是乱得跟菜市场似的 做直销的 卖保险的 开超市的 开餐馆的 大家呀都是打着汪米萨的旗号 去教堂拉客户 而且交友们在一起谈论的 不是怎么敬拜天主实行天主的话 都是谈一些家长里短 要不就是介绍自家的产品 真心敬拜天主的根本没有几个 所以教堂的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 城府讲道也没有了亮光 还经常大肆定罪其他教派 甚至还和其他神职人员分帮分派 有的时候就因为各自持守的观点不同 而吵架闹分争 信众们也开始三人一帮 五人一伙 互相论断攻击 再也看不到以往的爱心和包容 是这样 姐 当时看到这样的场景啊 我不知道教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光景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到了2009年啊 我就去了日本留学 到日本留学我也去那边教堂看一看 那边的教堂是什么样子的 那日本教堂怎么样 是啊 日本的教堂啊 跟中国教堂一样乱 神父教友说话做事跟外邦人一样 他们啊都赶世界潮流 互相攀比 并且都很势力 神父看到有钱有地位的人 就笑脸相迎 而对没钱的人呢却是爱达不理 确实很势力啊 是呀 是啊 当时看到这些 我心里啊感到很寒心 也很迷茫 每天念的早课晚课 都感觉有种压力 有的时候啊 我都不想去教堂忘弥撒 但是心里又害怕被天主定罪下地狱 只得勉强去啊 但去了过后呢 林林又得不到丝毫的供应 心里还总感觉空落落的 那时候啊 我时常在想 教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再后来是到了2018年5月 我和我家丈夫啊 带着五到一岁的女儿移民到了美国 等我们安顿好后 就去了里家不远的教堂望弥撒 但看到这里的教堂 外表是又大又华丽 里面的人还确实很少 沈夫在上面讲到 下面多数人都是满脸困倦打着瞌睡 看到若大的教堂里 稀稀拉拉的人和空空的座位 还有一张张五金大彩的脸 我心里说不说是什么滋味 后来啊我就去网上查 想找一些好一点的教堂 但看到网上很多天主教堂 神父都让信众把家里死人的牌围 放到教堂祭拜 太荒唐了 对啊 还有更荒唐的是啊 有一些神父把和尚请到教堂念经呢 这样都成败偶像了 对啊 对啊 其实当时看到这一幕一幕啊 就让我想起了天主耶稣说的话 我的殿余因称为祈祷之所 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 是 再想想自己从中国到日本又到美国 从陆地到王盛 但看到哪里的天主教堂都一样 虽然外表都装饰得很华丽啊 可不再是神圣的地方 全都已经变质了 还是这样 对啊 我心里就很困惑 现在的教堂如此荒凉死沉 天主圣神为什么不管呢 到了2019年7月的一天 我带着我家女儿啊 像往常一样去教堂望弥撒 在教堂啊就认识了开丽姊妹 当时见到开丽姊妹 我就感觉像见到了往日的熟人一样 感到非常的亲切 回家的路上啊 开丽姊妹就跟我说了很多圣经里的故事 有撒玛利亚夫人 因着悉听天主耶稣的话 从天主带有权柄能力的画中 认出了她就是要来的墨西亚 还有天主耶稣说的聪明童女 不仅仅是指外在的用功读情坚持聚会 更重要的是会分辨天主的声音 是 这样啊才能在天主和来的时候 迎接到天主 当时听开丽姊妹讲这些啊 我感觉很新鲜 因为我在天主教堂聚会那么久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新鲜的交通啊 感觉啊很有亮光 心里也特别的有享受 是 后来啊 姐妹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查经班学习 我很高兴的就去了 在查经班啊 我认识了很多新的交友 还有讲到人流弟兄 当时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自己的经历 我感觉特别的释放 于是啊 我就把我自己的困惑跟他们敞开新交通 我说啊 我去了几个国家的教堂 但都感受不到圣神做工 看到教堂是越来越乱 也不再充满天主光荣啊 而且我自己的信心也是越来越冷淡 心里啊就很困惑 现在的教堂为什么这么荒凌 丝毫感受不到天主同在呢 当时啊 流弟兄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啊 他说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几千年前圣殿荒乱的原因 就能看透这个问题了 起初律法时代的圣殿 是充满天主光荣的 人在圣神面前都得毕恭毕敬 就连司机在圣殿里侍奉圣神 都得小心节省啊 是 谁若出发 就会遭到圣神的击杀 就像旧约里记载的有一个王叫乌琪亚 他打了圣仗势力强大后 并心高气傲 不听司机的劝阻 非要自己进圣殿跟上主献祭 结果冒犯了上主 他的额头上马上长出赖兵直到死亡啊 是 从中看到 当圣神在圣殿时 谁也不敢胡作非为 就是装百姓的王也不行 因为圣神是圣洁的 不忍误会 见到误会必要击杀 是 可到了律法时代后期 百姓们守不住律法 司机们扮偶像献猎记 而且人还敢在圣殿里公开兑换银钱 买买牛羊鸽子 把圣殿变成了贼窝 但却没有圣神的丝毫管教惩罚 这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圣神还在圣殿里 能容许人在圣殿里买买牛羊鸽子吗 很显然这肯定不能 是 对呀 那圣神为什么又要离开圣殿呢 当时我们又回答上来 然后弟兄又说嘛 主要是因为有太教领袖 不遵行雅为天主的律法 他们只守人的遗传 却废弃了天主的诫命 完全偏离了天主的道 被圣神验证离弃了 所以天主耶稣回来 就不在圣殿里说话做工 而是对他们教训发怒 正如圣经上记载的 耶稣进了圣殿 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向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殿语应称为祈祷之所 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我 还有另一方面啊 也是因为圣神的工作转意了 主耶稣在圣殿以外 开展了恩典时代的救赎工作 神的工作在立法时代的基础上 又向前发展了 主耶稣开辟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的工作 人只有跟上主耶稣的工作 才能有圣神的做工 才能得到主耶稣的浇灌供应 享受到主次的恩典祝福 与平安喜乐呀 是 而那些仍然守在教堂里 弃绝主耶稣 还抵挡定罪主耶稣的人 就被神的做工撇弃了 落在了黑暗中 犯罪也没有了管教 最后啊 绿州变荒漠 加拿闹饥荒 教会也就成了荒场了 是 对啊 现在的教堂 已经成了买卖教育的场所 也成了贼窝 但为什么没有天主的管教惩罚呢 就像有一首歌里唱到 哪里有人爱 哪里有真情 就有天主的同在 是 那教堂里的人既然吵架闹纷 连起码的包容忍耐都没有了 哪还有天主同在呢 是 是啊 是 其实当时听弟兄唱到这首课呀 我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但心里又有些心酸 我说是啊 现在的教堂已经感受不到爱了 犯罪也没有了管教 已经辩词了 是 如果天主还在教堂里 谁也不敢这样藐视他呀 是 当时啊 刘弟兄就又接着问 那如今的教堂 已经没有天主同在了 天主又在哪里先行做工了呢 是 弟兄的这一问话 引起了我的反思 我心想 对啊 律法时代末期 圣殿荒凉 就是因为圣神离开圣殿 做了救赎人类的新工作 是 那如今教堂荒凉了 圣神又在哪里先行做工了呢 再想想自己自从信天主 只是按部就班的念经忘弥撒 看到教堂混乱 心里也有很多的疑问 但很少考虑过 圣神在哪里先行做工啊 我很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希望弟兄给我解答 后来呀 弟兄就打开几节经文让我读 看 那日子一来临 我主上主的断雨 我必使饥饿淋雨此地 不是对食物的饥饿 也不是对水的饥渴 而是对听上主的话的饥渴 安慰 收割前三个月 我就不给你们降雨 或者在这层下雨 在另一层却不降雨 这快递得了雨 而另一快递没有得雨 因而枯干了 阿们 阿们 对完后啊 弟兄就给我交通说 从上主的预言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教堂没雨时 也就是没有圣神做工了 这就说明啊 圣神已经在其他地方 开展了他新的工作 其实天主耶稣 已经道成肉身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阿们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了末世审判 从神家几手的工作 开辟了国度时代 结束了恩典时代 这里说的 在这层下雨中的这层 就是指全能神显现做工的教会 是 全能神发表了 竭尽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都收录在了 画在肉身显现这本书中 很多可目真理 真心信主的人 应接受了 天主末世的说话做工 享受到了天主所赐的 生命活水的浇灌供应 得着了永生之道 阿们 而另一块地没有雨 因而枯干了 其实啊 就是指不接受 全能神末世审判工作的宗教界 他们持守圣经字句 还抵挡定罪 全能神的末世显现做工 在宗教界里 人享受不到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没有了神现实说话的教官供应 人就陷入了荒凉中 灵里也就饥饿苦干了 是 所以啊 神父主教望弥撒 武道可讲 是能带你信中守规条一事 信中们就开始拜偶像 闹纷争 犯罪案没有了管教 听到就开始睡觉了 对啊 所以说现在的教堂 已经真正成为了 买卖交易的场所了 是 当时听了弟兄的交通 我很惊讶 不禁回想起 以往有人传 天主回来做新工作 神父在望明萨市 定罪亵渎的事 我才明白 教堂荒凉混乱 主要是因为神父主教 不遵守天主的剑柄 偏离了天主的道 还抵挡定罪 全能神的末世审判工作 怎能不遭到天主的 验证咒诅呢 是 但是我心里又有些困惑 天主耶稣定十字架 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为什么末世 还要做审判的工作呢 后来啊 弟兄就又给我查看了 几节经文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 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阿们 阿们 拒绝我 即不接受我话的 自由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话 要在末日审判他 阿们 天主耶稣说 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因为那时人的身量太小 说了也不能明白 是的 所以末世天主耶稣再来 还要发声说话 做一步审判的工作 赐给人得洁净 门拯救的一切真理 彻底除去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得着洁净 有资格进入天国 阿们 阿们 后来 刘弟兄又给我读了 几段全能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神话与朗诵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耶稣来在人间 带来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在末世 神又道成了肉身 这次道成肉身 结束了恩典时代 带来了国度时代 凡是能接受第二次 道成肉身的人 就被带入国度时代之中 而且能亲自接受神的带领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 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 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 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阿们 默示基督 默示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 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 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神的敌势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阿们 当时读完神的话后 柳弟兄又交通说 恩典时代天主耶稣定时自驾 做了人类的赎罪祭 我们只要向天主认罪悔改 罪就能得着赦免了 这就意味着 我们不再因着犯罪 而被律法咒诅定罪了 是 但这只能说 天主不看我们为罪 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罪了 是 因为撒旦的犯罪本性 还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 我们仍然会受罪的捆绑挟制 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说话搞欺骗 还特别狂妄 自私 诡诈 贪婪 处处为自己着想 即使为天主花费做工 也是为了得赏赐进天国 是 一旦临到逼迫坏难 或天灾人祸 还能埋怨天主 甚至否认背叛天主 我们的这些表现 就足以证明 我们还活在罪中 是 所以 天主耶稣为了解决 我们的犯罪本性 撒旦性情 彻底结清拯救人类 在末世再次道成肉身 发表真理 做了一部 比恩典时代 更新更拔高的工作 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是 是 贾能神揭开了 神六千年拯救人类 经营计划的奥秘 撒旦怎么败坏人类 神又是怎么一步步 做工拯救人类的 还审判揭示了 败坏人类 犯罪抵挡神的根源 撒旦本性 还把我们身上 各种败坏性情 与对神的各种观念想象 都给揭示了出来 是 同时还显明了 神的公义圣洁 不容忍触犯的心情 另外 全能神还给我们指出了 进入真理实际的路途 像信神该曾怎样的观点 怎样做诚实人 怎样高举神见证神 怎样达到真实的 顺服神爱神等等 凡是接受全能神 末世审判工作的人 就服上了高扬的言习 开始了国度时代 子民与天主面对面的生活了 是 这些人 接受了全能神话语的 浇灌牧羊 审判揭示 对神的做工 有了新的认识 也看到了自己 被撒旦败坏的真相 真是懊悔恨恶自己 开始注重实行真理了 败坏性情 也有了变化 还产生了各种经历神审判刑罚 败坏德捷径的见证 是 可见全能神末世审判工作 已经做成了一般得胜者 神下面的各种经历见证 和全能神教会制作的 各种电影视频 都已经纷纷上网了 很多可目真理 真心信主的人 因看到了全能神的话语 和神下面的各种经历见证 通过寻求考察 都定真 全能神就是天主耶稣的再来 阿们 全能神做的末世审判工作 就是捷径拯救人类的工作 阿们 他们都纷纷接受了全能神 被提到了神的宝座前 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捷径 赴上了高养的婚宴了 谢谢 谢谢 听了弟兄的交通 我心里特别亮堂 我才明白 原来天主的工作已经向前发展了 天主圣神离开恩典时代的教堂 已经做了末世审判的工作 也就是说 已经开始做国度时代的新工作了 而我听到有人传天主回来 做新工作的消息时 却听信神父的鬼话 不听不接触也不寻求考察 只守在教堂里 却没有跟上天主教宗 所以啊 被圣神验证离弃了 我不能再听信神父的鬼话了 我应该多读全能神的话语 跟上神的末世做工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捷径啊 感谢神 感谢神 接下来几天 刘弟兄给我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语 还给我详细地交通了 天主拯救人类 六千年金银计划的三部做工 以及每个时代 天主所做工作的内幕实质 还有得救与门拯救的区别 什么是道成肉身 如何分辨真假基督 神明的奥秘等等 我饥渴的心灵 得到了生命活水的浇灌 灵里啊得到了极大的豹足 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啊 我每天读全能神的话语 积极参加聚会 看福音电影 学诗歌 每天享受神话语的浇灌供应 心里啊踏实有享受 感觉真正过上了 与天主面对面的生活 感谢全能神 感谢全能神 这真是走出旷野地 找到生命全了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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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